你的账号与本主机出厂设定不相容 因为我这是个国行PS5 这是个港服的账号 需要用备份的方式登录 我从找的一家 10块钱自己注册的账号 提供给他用名密码 这种店铺很多 找一个销量大 吸引好的就可以了 但是在给他之前 我要修改一下密码 PSN的密码 我以电脑为例 搜索港服 主要看一下最下面 香港特别行政区 然后右上角的登录 点击右上角的图标 账号设定 密码编辑 好 密码修改完成 这个时候需要准备一个小U盘 或者移动硬盘 在这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以我经常用的移动硬盘为例 它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分区格式 一定要给它改成 EXFAP这种类型的 因为这种类型的文件系统 既可以在Windows下使用 又可以在PS5下使用 还可以在苹果Mac系统下使用 商家客服跟我说了 无法直接登录 它让我开一下两部验证 还是在修改密码这个界面 下面有一个叫两部验证 默认是关闭的 点击编辑给它打开 这个手机号码 在M开头这个位置 有一个中国大陆 加86然后输入我的手机号 账户已启用 你先备份一下 用一次就少一个 商家把备份好的文件给我发过来了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咱们先说好消息 这个文件 19.6兆 我已经把它放到了U盘 或者移动硬盘 然后解压缩 这是U盘的根目录 里面有一个PS5 里面还有一个PS5 这是有问题的 这PS5里面有一个 一开头的导出的文件 我们把它剪出来 放在这个PS5下面 正确的路径应该是 这是移动硬盘 下面根目录有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已经没用了 我们作为以后保留使用 这次恢复备份 主要用的是这个文件夹 PS5的文件夹 在移动硬盘U盘的根目录 点进去之后 是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再点进去之后 是一个备份的文件夹 然后再点进去是这个 然后再点 是这样一个文件 这就是PS5的备份文件 刚才花了10块钱 就是这个东西 把移动硬盘或者U盘 插在PS5上 根据卖家给你的提示教程 一步一步恢复就可以了 好消息说完了 说一下坏消息 众所周知 我这个PS5是国行的 已经有PSN港幅账号 而且有报约账号 用这个手柄来玩 现在我又弄了一个小号 PSN的小号 也有这个备份文件 我要把它恢复到这个PS5上面去 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也是才知道 如果我恢复了这个小号的备份文件 那我这个大号的就废了 就不能玩了 那怎么才能同时都能玩了 随意切换呢 那我需要把这个老号 PS5的老号 再发给那个卖家 然后在他的那个机器上 海外版的PS5上 同时拥有我这两个账号 都登录进去 然后同时给这两个账号做备份 备份成一个文件 然后我再把它恢复到我的这个PS5上 只有这一个万吧 所以呢 我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因为我这个太麻烦 里边有很多存档 虽然我有会员可以上传这些存档 但是觉得动力不足 本来我还想用一下本地双手柄 双人同屏玩使命召唤19或者暗黑寺 刚才我试了一下是不行的 必须得登录正式的账号 是游客的手柄身份是不行的 必须得是真正的港服两个双港服 双暴雪账号才可以 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吧 有缘 我再做视频和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再见